今年初 在防疫政策放宽之后 积压的购房需求得以集中释放 楼市迎来一波交易热潮 2月至3月 全国楼市成交量环比大增 房价企稳 一时人们惊呼楼市小阳春来了 然而 小阳春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根据统计局数据 4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面积分别 环比3月下降48.1%和47.8% 楼市小阳春走得比真正的春天还早 到了5月份 房地产市场会回暖吗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 2023年五一楼市的成交量 与2020年至2022年三个五一假期的平均成交量相比下跌23% 与新冠疫情前2019年五一假期的楼市成交量相比下跌22% 可见五一假期并没有带动房地产市场回暖 再看 一直是全国房地产风向标的深圳 5月份以来 深圳二手房挂牌量快速增加 从1月底不到35,000套 一路升至5万套以上 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 市场上的房子卖不出去 而且新的房源还在释放 这就是深圳楼市的现状 一线城市尚且如此 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深圳旁边的惠州 五月份就已经有开发商 以近乎腰斩的价格 卖房 还送车位 虽然这一促销行动以老业主的抵制而作废 但也可以看出 惠州房价跌得有多惨烈 要知道 惠州房价虽然是因为深圳需求溢出而涨起来的 但惠州本身也有不少上市公司 经济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不算差了 即便如此 房价都在下跌 全国其他城市 房价如何可想而知 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这么快就结束了 去年房地产市场就很不景气 我们至现在已经五百次了 还是知能不起来 李就提过 即使房地产限制政策放开了很多 但去年房地产市场仍然火热不起来 今年初的房地产市场小阳春 更像是过去被压抑的购房需求的集中释放 而不是大家真的更多买房了 释放完了 后续交易就容易疲软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现象 就是出来旅游的人增加了 但是人均旅游花费减少了 这还是旅游这种实际消费不算很高的消费类型出现的现象 旅游上都开始省钱了 买房则是需要花很多钱 恐怕会有更多的人花不起这个钱了 说白了 大家都没钱了 也不想折腾了 一至四月 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2.7% 说明最积极心态 最好的股市散户都不想完了 另外 很多房企走向违约 让很多新建楼盘处于交付风险中 五月保交楼项目以交付比例也就才34% 这就让很多原本持币观望的人更加迟疑 楼都交不了 谁还敢买呢 年初那一波消费回暖 顺带楼市回暖 给了很多人信心 什么把失去的三年抢回来都出来了 然而 现实是新冠根本没消失 五月份又卷土重来 这也影响了消费和房地产市场 按照国外的规律 每过几个月 新冠就会来一波大的 这对经济的影响 怕是年初那些自信的人没有想到的 所谓的报复性买房 也就是释放以前的积压需求罢了 一旦过去的需求释放完毕 后继是很不足的 大家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 前段时间甚至急得好多财经大币 这里就不点名了 表达出旧楼市就是旧经济的意思来了 我倒是觉得也不必这么悲观 没必要急着把夜壶拿出来 如果您需要的问候 pratique时间关系的 这些证划来就行 这是一句话 就是什么 还是能感动的 因为这些人 感谢观看